来 我们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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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各位沙咪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我们今天先把昨天的 好像没有问完的 我把他赶快回答一下 那我们也是不要套太晚 所以说我们要精简的回答 这个七 好 对于注念诵经比较困难 但是能否只是诵佛号 还是对于平临往生的动物 能否只是诵佛号注念 得知对方家族宗教性质不同 是否可以在心中默念佛号注念 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本来你注念本来就是以诵经 不是以诵经为主 是以这个念佛为主 好 放在那里就可以 放在那里就可以 好 就是念佛就可以 本来就不是诵经为重 这点大家了解 好的 第一 第二个 再来 讲法的时候 下面的人讲话 或不恭敬等行为 作为讲法者 要如何作意而不受干扰 我没什么作意啊 我讲我的 我从来没有说 你下面在讲话 我很火大 这样子 然后你给他试试看 你看看我乱 我跟你讲 没有这种想法 我讲我的 你造你的业 我修我的福 这个是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造业 我在那边生气 而且我还被你影响 那叫对其他人不公平 你懂意思吗 这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其他人自然会送眼神给你的 你懂意思 因为坐在下面听经的人 基本上修养很好的人一定很多 但修养不好的人也不少 他一定会送给你很多那个什么呢 让你不会很舒服的眼神 那这就是你们之间的业力关系 我也不用去理会 这是第二 第三的话呢 你正在讲经 你正在思维佛法 你其实也没什么空间 再去想他这样 那再来第三 就是说万一他越讲越大声 那你就是把麦克风靠近一点 或者是告诉人家 开得大声 那我们要压过他 那这个是因为要帮助我们讲经说法 人家能听得到 就这样而已 坐在讲台上面 不能够止伤骂怀 也不能够为下面的这个听众的多少相应 不是 多跟少 或者是说 为了要讨好听者 然后你刻意要怎么讲 应该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会看下面的反应 那我们调整我们讲的内容 比如说都打瞌睡了 我们可能要讲轻松一点 或者讲一点 或者讲一 或者我们讲一点 比较容易吸引人的 或者是把很深的道理呢 尽量的怎么样子 比较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或者比较前显易懂的方式讲解 那如果下面的人 基本上水准我可以估计 有一个老餐的水准 那我可能就比较专注在 可能他们的需要上 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以听众中的多跟少来看 如果说出家人比较多 佛学院的同学人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比较专注在 这个佛学院的同学上 那可能居士只是来旁听 反之亦然 就我们大概只会注意这个事情而已 再来就是说也不能够 除了对很熟的人 除了对很熟的人 我们会问他说 你今天你长期听我讲经 你今天听了有什么特别感觉 那是在有一些特殊的因缘之下 我们才会对很熟的人问这问题 不然基本上不会去问 不会去问 因为讲经就是一场修行 哪一场修行都是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完了 结束了就结束了 当然你还是会知道一下 今天讲的重点是什么 或者是大家的反应 热烈不热烈或者深刻不深刻 或者受用不受用 这样 大概会这样子 这是你会知道的 那这些知道当然也会慢慢的成为 你的经验参考 那这些都跟现场的人反应 不良反应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你不一定会去生气 是这样 可是呢 当然也会参考 有可能下面在讲话 那是不是因为你讲 他已经不需要听了 是这样 所以他在那边讲话 是这样 那当然你也会瞄一下 知道一下 他可能在讲话是什么理由 可能什么理由 譬如他可能在插头旁边 或者什么工具旁边 在技术 可能他有什么攻势 那只是一种造型人 像那个利修斯 他讲话特别大声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听不到 现在我在跟他讲 搞不好他还 你敢有听 他就会讲话就很大声这样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 他唱颂比较大声 他唱颂会比较大声 他唱颂会比较大声一点这样 那所以 因为这样所以他声音就很洪亮 是这样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你不太有空间 再去分神 不太有空间 如果受了菩萨戒 是否还可以舍戒 足条舍 还是可以怎么舍 一般来讲说菩萨戒是不能舍的 没有啦 你失去菩提心 就舍得全部菩萨戒 什么叫失去菩提心 就是我不想度众生了啦 你懂啊 有时候跟人家吵架 我还听过那个师傅吵架 吵了一半就说 你看到我这种的 我会度众生了啦 你看看 他跟人家吵架吵完 他说他不度众生了 我说欸 欸 你小心一点 你不要讲这种话 你到底怎么样 他说对啊 那众心拍抖 我众心拍抖 他不好度 可是你却发愿说我不度众生了 像这样就是有 有涉嫌舍菩提心 菩提心舍了就舍了啊 菩萨戒是基于菩提心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喔 所以他就依文解义 他说菩萨戒不能舍 能得的就能舍 你要知道 那菩萨戒的戒体不能舍 是因为大圣佛法认为 所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 都是你的本性就是佛 本性是佛怎么舍呢 水能不能舍他的施性啊 施施的 会渗透那个性质啊 不能啊 那水的性质就这样了 是这个意思 这大圣佛法很重要也很基础 说难不难说生不生 但是很很不容易的一个内容 是这样 那 那好了那什么叫菩提心呢 那 戒体是不能舍 但是怨心可以舍 比如说我是 我们都有佛性 可是我就是不想成佛啊 我就不想依佛性来做啊 我就想要证阿罗汉就好了啊 很多嘛 是这样 那他就舍了 他就没有发菩提心 要么就发了之后又舍 阿加曼 我又讲阿加曼 阿加曼尊者就这样啊 他就是发菩提心 然后他太太跟他一起发 阿开来跟他一起发之后 他往生了 他又去投胎 变大修行人了 然后他观察自己 发现他以前发过怨 他就舍掉 他就我不要了 我就不要了 他太太知道啊 他太太没有去投胎 变中阴生啊 他就很火啊 为什么很火 因为他 我你们 我们说好的啊 要来行菩萨道 那你说你也 你也曾经说 你要带我行菩萨道啊 嗯 什么你自己撤 你看 所以说你看 什么叫 什么说三平害死 你知道 这也是二姐唱的嘛 江飞情的对吧 黄语庭 你比我比我比我适 我回来复习一下 对吧 什么是三门海事 没有了 这个是三门海事 比三门海事还严重 但是他舍了 所以没有说不能舍的 舍菩提心 再来就是说 能不能舍单条 理论上不行 我问你 你问你 当 这里都是 每个都是你爸爸的时候 你怎么舍说哪一个爸爸我不渡的 你能吗 你能吗 阿玛 麦工爸爸 每个都是你儿子 然后你说我只 某一个儿子 我不让他吃 当然他很坏 你在处罚他是另外的 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 你没办法分嘛 再来 你的儿子呢 或者你爸爸 掉进水里你才救 在火宅里被火烧你不救 你会不会 会不会啊 会的人要送精神鉴定了 那些都疯掉了 菩萨戒就是一切善 一切恶愿断 一切善是修 一个发起这种心的人 没有说一切善 我愿度 我愿切恶 我适度 除了他 除了他 除了杀死他这个恶呢 我不愿意断 我跟他不共戴天 发菩提心的人不会这样 所以这不用死被 这也不是佛规定的 僧文界不同 僧文界是佛规定的 是一 众生的生灭 还有众生的夜感 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佛 他会度 他会立不同的戒 但菩萨戒不是 菩萨戒可以圆推的 可以玄推的 玄就是说 世尊就算不说 你也会知道 是什么 因为他是什么呢 他是大圣 他是 他是什么 金刚不坏戒体 他是所谓的 本具的一念佛性 所以本具的一念佛性呢 善即是全善 不会有那个部分善 不过呢 就实践意义上来说 你不可能把一切天下的恶都断尽 也不可能把一切善都修完 所以就怎么办 就有一套一套的 放往菩萨戒 放往菩萨戒 余切戒本 余切戒本 再加优伯色戒 再加优伯色戒 他就一套一套的 只要是发菩提心利益众生 他那一整套 我们都可以叫做菩萨戒 没有所谓的那不是菩萨戒 不是因为他叫做优伯色戒经 那是优伯色戒 就不叫菩萨戒 所以他不是菩萨戒 不是的 那就对菩萨戒的理解要更深刻 要更超越 不要依文解义 所以 汉传佛教的古代祖师 保华山 他当年他就规定 他就定下说 在家人受犯罔戒 出家人 出家人受犯罔菩萨戒 在家人受幽婆色戒 他是因为对应激的关系 因为他明明白摆着 是幽婆色戒 幽婆色本来就可以行菩萨道 幽婆色就是在家近世男 就是男子 他本来就可以行菩萨道 那为什么他不让在家人 或者不主张在家人受犯罔戒 我告诉你 只要你行菩萨道 你不管你在家出家乃是一条狗 讲白了他愿意受犯罔戒 他只要听得懂 他是一条狗也可以受 但问题是 受了之后就得守啊 那犯罔戒里头有断淫欲的内容 懂吗 你在家人可不可以受 可以啊 那要断淫欲 你说没有呢 那个犯罔戒本里头的汇编 里头有古德说 在家人守的是赠淫 守的是邪淫 就是邪淫不能犯 正淫可以犯 这个不叫犯 正淫可以做 我没有再仔细查 我记得那是 我们天台祖师也这样讲 智德大师也这样讲 搞不好是他的师父也这样讲 我还没有仔细查一下 就是惠师大师也这样讲 那我呢 我做人家徒弟的怎么办 我不这样讲 其实菩萨界没有强迫你要受 但他说在那里就那里 因为他是一套一套的 你要知道 行影就是伤害对方 在菩萨立场来说 行影就是伤害对方 因为行影就是相染嘛 相染爱嘛 就世界人来讲 想是你欢我爱 那是行影 愉悦的是 但是呢 因为行影 因为盈心 就把对方看成什么了 看成凡夫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把对方看成我的了 再第三 他就是一种伤害 盈爱相牵 只要一相牵 就会自私 虽然在行菩萨道的过程 没有立刻要断这个事 这个最清楚的 最特别的就是 藏传佛教的某几个派别 他们很强调 他说不需要 行菩萨道 你借由这个夫妻 或者染爱 来观察行菩萨道 所以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去出家 你要行菩萨道 根本不需要去出家 不是 他讲根本不需要 不是说否定出家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说 你借他来修 就好像说睡余节 就是睡觉当中修余节 修相应法 余节就相应 修相应法 你说睡眠是一种障碍 怎么会拿它当法门 大圣佛法是有这个性格 但是这仅止于夫妻 仅止于你正念做义 那从这立场上来说的话 是的 所以说 菩萨戒 重在沙僧戒为第一种 淫欲戒就是第二或第三 淫不在第一 沙道淫 淫在第三 虽然它就叫重戒 但是沙道更重要 因为沙根道犯菩萨的情况最明显 你偷盗我 你骗我钱 你最伤害我了 但是呢 男女仰爱 有时候是 度化她的时候的手段 所以在行菩萨道的行为上来说 她没有摆第一 但是呢 要做这个事情的人 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所以 这是第一 第二 那 到底究竟 这个 犯网戒里头说 断淫欲 那 我在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断 因为我在家人 才不是的 你要受犯网戒 你就说 你就要跟着断淫欲 要你跟着戒 不是戒跟着你 你懂吗 戒就长在那里 你就要顺她的意思 不是戒来顺你的意思 你在家后来后来 算了啦 我退步 我让步 我犯网菩萨戒让步 不是的 因为 你要行菩萨道 你没有一定要受我的犯网戒 你可以受 幽伯社戒 你也可以受南传 南传没有 北传的什么呢 北传的 或藏传的菩萨戒 你可以受这个 你可以去受那个戒 那那个戒 没有要求你要断淫欲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菩萨最重的是断沙道 那淫欲呢 随你姻缘嘛 你们是在家人 暂且不断淫欲 还是可以行菩萨道的啊 阿迦曼当时不就这样 约她太太说行菩萨道吗 人家她太太可记得呀 她继续干 结果呢 结果她没有 但她太太没去投胎 你知道吧 一直说阿飘 飘 飘 飘来飘去 然后阿迦曼投胎到哪 她就飘到哪 去跟着 结果跟到一世的时候 阿迦曼已经快要正 就快要正果 但是正不进去 因为她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不能自己去正果的 所以她怎么修就修不进去 她就 这是我家进去的 Ki-mo-mai是我家进去的 气起来了 她就怎么样 她就静坐观察 观察她的过去世 到底什么事情卡住了 到底什么事情卡住了 她观察到有一次 她发愿要行菩萨道 难怪 行菩萨道的人不能出离三界啊 也不一定啦 就是 去奥密陀佛那 算不算出离三界 短暂的出离三界 我们说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年外国 化开见我勿无声 然后第四句是什么 回路苏婆度有情 你看又回来了 对不对 阿罗汉有没有说 回路苏婆度众生 没有啊 她叫不受后有 不回来了 两个差很大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众生的关系是 我断除 我们不及民啊 我们 我们去给她 参加告别式 我们不会讲再见 对不对 都点点走 奠奠的走 因为 避免说再见 你跟人家说再见 就是她家还在死人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不能讲再见 对不对 阿罗汉就是这样子 不受后有 她要做不受后有的 她怎么能够还留着菩萨愿呢 她知道这件事 她就断这个愿 这一断 她跟她太太的连结就断掉了 她太太马上知道 她就断掉了 蛤 这样就是连我 你也要把她断死了 说什么三明海誓 现在耍耍去 耍耍去了 她就很火 就很火 所以阿加曼在静坐的时候 她舍完她继续修她的 很自在嘛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真心不自在 她修的修的 就感觉有一个人 用恶眼瞪着她 然后她观察不到这个人 因为她不在六道内 她是中阴生 她不在六道内 中阴吧 哪一阴都不是 所以她叫中间阴 五阴 要么就是地狱五阴 要么就是畜生五阴 要么人五阴 修罗五阴 要么人五阴 要么就是天人五阴 六阴当中都找不到 六道阴当中的五阴 我都找不到人 因为她的重阴之间 她在中 她没有去投胎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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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俊雄布袋戏充满了佛法 知道 没看了就不行 没看了 我们就没什么共 没什么 没什么可以谈的 她就是这样 好 她就不去 不去了 但是她感受到一个念头 一直对她怪怪 她观察不到 有一天她干脆发个心念 跟她讲说 踹共 听懂没有 踹共 出来讲 她就真的出来了 她就讲清楚 她说我是你太太 你怎么放弃了 你怎么放弃了 然后她 暂停节节跟她讲说 对啊 我如果继续发那个愿 我会累劫 跟我今生这么痛苦 对啊 阿森奇节 行菩萨道本来就这样了 推动宗教积焚法超痛苦的 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推动过 但是逃小路啊 也不是啦 这是我们今生的宿命 就是这样 我小学六年级我在写规章 写法律规章 写我们班的什么 班 我们班同学会的规章 好好笑 六年级要毕业 我写规章 要缴会费 所以说菩萨界可不可以捨 可以 是可以捨的 就辅助 至于说能不能单独捨某一条 理论上不太可能 发菩提心的人 我不可能发菩提心 那我那个人不救 我只救这个人 第一种 第二种 我这种方式救 我那种方式不救 都是你的父母 你可能说摔进水泥 你救他 然后在火里你不救他 不可能 这是第二 第三的话 那我受不了的呢 你放往菩萨界 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受饭 我后来才知道 你要断淫欲 回去我太太不答应 然后就会讲真说 没关系啦 你就正隐就好了 不对 我不同意 说实在话 真的不对 为什么 因为行影也是伤 正隐也是伤害彼此 你怎么知道 所以为什么菩萨 那但是呢 菩萨有时候行利益众生 他可以随他个人的因缘 他就视线在家人行影 行影 因为他受的 不是那一套的菩萨界 他是这一套 是这样 但是呢 有一种菩萨 他就在视线完全断影 他就要视线 是那一套 泛网就是这一套 余且还有耶翁婆色戒 余且有没有断影 我一直忘记 你们有人受过余且戒的吗 那有没有断影 有没有要求断影 没有 没有啊 没有提 你看 那就是了 所以其实有一阵子呢 很多在家菩萨界 他们就受余且戒 但余且戒相对的活泼多了 他连杀人都可以 不杀人反而犯戒 杀人没犯戒 我常常讲嘛 如果你是帮希特勒送早餐的那个人 你是开Uber的 UberEater 然后帮希特勒送什么呢 烧饼油条 那你可不可以在烧饼里头放炸弹 可不可以啊 可以 谁 谁说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啦 放 什么放清淡 你把 干脆放鸡蛋就好了 可以放炸弹 不是包 不是包油条而已 放鸡蛋而已 你还可以放炸弹 可以啊 是帮助希特勒 是这样 你了吗 当然这也是你的理解 搞不好希特勒 搞不好希特勒也是菩萨 他用大魔王的方式 来让人间洗牌 也说不定 但是呢 你有你的立场 菩萨有立场会相通突的 菩萨会有 因为众生立场冲突 各为其主 所以菩萨是会相冲突的 你不要看这样子 你看蒋介石跟毛泽东 搞不好两个都菩萨 你怎么知道 这很奇怪 很奇怪 要看很远 要看很远 是这样 所以呢 为什么两个人都菩萨 这个根本就是坏人 没有啦 你不是这样看的 那很深奥的道理 有很深的道理 我是说搞不好 我也没有说一定 但我只是教你 我只是教会你看说 菩萨界本来就非常多元 非常多元 所以你不能受这一套 无所谓 不损害你是菩萨 你就受那一套啊 你应该是你去依自己的能力 因缘 去守菩萨界 而不是你乱受菩萨界 我不行了 那在戒律 为我量身尽造 不是的 不需要这样 因为它本来就好几套 菩萨界无量无边套 你知道吗 无量无边 菩萨界是无量无边套 一切恶是断 一切善是修 一切众生是度 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 一整套一整套的戒律都算 那到底是什么样成套呢 当然你没那个能耐 基本上都是佛说出来的 什么样叫做一套 它有一个自我完成的概念 也有一种应激的概念 应激的概念 是这样 所以 那你说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你再去受犯网 你受完犯网界之后 你发现你不适合 那你菩提心还在 你再去登另外的余且戒 或者幽婆色戒 然后你就说 我今后受幽婆色戒 我能力做这个 我因缘不要讲能力 其实能力没分高低 就看因缘 你受犯网也不好说 你能力比较高 虽然一般的祖师会这样判 他说犯网因为他断淫 是这样 但是难说 有时候不断淫更难行菩萨道 更难行 更是难行能行 更是难行能行 因为对凡夫来讲 淫欲是贪爱相 那你在贪爱相当中 你还能行菩萨道 也就是说 我常讲 我说出家反而修行容易 你们在家修行 我都是很敬佩你们 有这个勇气 无常苦空 阎罗王的吊钩在手 你们居然还敢在家 好厉害 你懂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是觉得你们都是厉害的人 你们这是无人高手 只有武林高手才敢站上舞台 跟什么 跟阎罗王单挑 你们都是跟阎罗王单挑的 你们要死之前 你老公能帮忙吗 你老婆能帮忙吗 你儿子能帮忙 都不能 你们都单挑阎罗王 你知道吗 我就是怕到了 我找阿弥陀佛做靠山 所以我胆小 你们诸位呢 我没有挖苦你们 你没有认为 我不需要大年初二挖苦你们 挖苦你们 你们Keymobile就不供养我红包 我有损失啊 所以我当然不会 我会省时度势 尽量不要挖苦你们 但是事实上就这样 我当年出家 那又为什么 是因为害怕吗 倒也不是 我当年出家是因为我觉得 嗯 我应该出家 比较能发挥我的生命 我也不是害怕什么 我也不是认为出家比较好 都不是 我不认为这样 我不认为出家比较好 你要应激而说的 可是呢 我就觉得 诶 我这个人适合出家 我的想法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那我就出家了 是这样 OK 所以已经讲完了 所以你要 我想不对 没有啊 你那菩提心是对的 你一定要听我 那个二十六行课的那个 菩提心修药 一定要去听 听三遍 听三遍 你就hold住了你的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你把他听懂 那后来再听我天台中讲的道理 都是在讲菩提心 那么懂了之后呢 那你 你再去受一个犯 要不就优伯社戒经 优伯社戒经 优伯社戒经一般的 佛教会 或者我跟这个 我们跟长老 那个 辛田长老一起 就是辛云的 那个中 不是中国佛教会 那个叫做 这个 传播协会的 传播协会所给的戒谍的 那 我们一般都会受犯王菩萨戒 不 一般都会受那个优伯社戒 那出家人就受犯王戒 因为犯王戒断淫欲最好啦 你刚好你是离欲的僧文人 那你也离欲的菩萨最好 就两个相应 所以古十二 那个保华山的古德 戒师们他的选择 事实上我觉得颇合理 颇为合理 是这样 所以当年 有人在 这个哪里受菩萨戒的时候 那个三师的其中一师 他曾经问我说 你有什么建议啊 他们说要受犯王戒 再在家 我说在家不好 我就解释给他听 我说要么 要么就是余测戒本 要么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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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优伯社戒经 这样 好这样 那当然了优伯社戒经 又有人提到 优伯社戒经 提到了三师七正 是呀 那接近那个灯 彼丘坛那个概念 那梵王经呢 就可以用丙戒三师 那梵王经法而容易 那怎么办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 两拳相害取其亲了 你能力 你就是不一 你就不能够守那条 那条梵域戒 那你让他去受那个 那简直就是 而且那是大戒啊 那这样子就 你就没办法守 那你还硬改戒律的态度 应该是人顺戒律 不是戒律来顺人 那事情大了啦 你怎么改佛的戒 根本戒呢 这是我个人觉得啦 知识体大 至于说登坛得戒的方式不同 那是因为缘起发心的不同 怎么说呢 犯网戒法 有主师也这么说的 我也采取这个说法 犯网戒法呢 他因为他连离遇都算在里头 表示犯网戒法所应的基呢 他发的那个心或准备的 离遇的这个准备功夫 相对强烈 所以他诱发 得戒的怨心呢 可以相对的简易 所以用禀戒三宣就好了 就三位和尚 跪着 带你们跪着 向上 对着没有真正的三师 现前 只有释迦佛 文书 弥勒 现前 的佛像 的尊相或法 法号现前 然后秉宣 你们这样就叫得戒 为什么 因为你放网戒的人呢 已经相对的 很有菩萨信念 熏悉很久 这也从他忏罪上面看出来 他可以自己忏到见光见花 就表示你那个心很强 有那个能耐 这古德也有这样解释的 好了 那优伯社戒呢 他就需要三师七正 看起来接近比丘的灯坛 问题是 比丘灯坛是什么 是僧文人呢 僧文人是什么 就离菩萨能力比较远 所以他需要怎样 他层次比较初阶 那因此呢 他就需要怎么样 更强的 出家事物在现前 来让你威慑 提息你的怨心 道心 是这样 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人 更多的出家师父 来协助你 好了 那接着就再问了 那可以互用吗 僧文戒理论上不互用 为什么呢 因为僧文戒 戒体是有分别的 这很深奥了 听懂的人就听懂 听不懂的人 当作记录下来 未来的人 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说法就是解方 古来没有这样 把这些道理全部综合运用 那现在我把它综合运用 留给后来人用 僧文戒 比如说四分律 就叫四分律的 遗鬼 得戒 五分就要五分 又不是 那个 说一切有就要说一切有 的戒施 以及他所说的遗鬼 戒施也不能混淆 不能四分律的戒施 跑来替五分律的人受 五分律的随行 不可以 那说一切有不的人 跑来替四分律的人受戒 也不可以 这是僧文律 明白有规定 但主师没解释为什么 我解释了 我这个解释呢 第一次在2006年 20不是200 我还在南普陀 错错错错错 1999 98 96 97 大概在97 啊 九几年 我在 印度的 這個 达隆沙拉 就是 西藏流亡政府的 首在 达隆沙拉 是印度割出来一块自治区 给达埃喇嘛用的 他对 印度对达隆沙拉 非常的礼遇 那 达隆沙拉在场 我们开了一场 借司 律司 四大部 红白黄花 达巴 跟汉传 我们为代表 台湾为代表 那么过去 那时候大陆佛法还不兴嘛 那我们去 就算兴现在不可能 他们也不可能去啦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 我当场就说了一件事 我说你们问汉传佛教的比丘尼 戒法才在不在 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说法 那你们也可能接受或不接受 我觉得这都 我们都尊重 汉传佛教都尊重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告诉诸位 你们藏传佛教呢 是说一切有不虑 当年呢 这个藏王 赤送弄战 就曾经问过阿底辖尊者 倒过来说啦 阿底辖尊者就曾经问过赤送弄战 说你要受哪一 你要重传哪一种戒 因为达埃喇嘛是皇教的 就恰恰就是那个阿底辖 后传旗的 后红旗的人 蓮花生是前红旗 那他是后红旗 所以他问了这件事 因为蓮花生那个时代的戒律 就没有不脏了啦 所以他重传一次 那阿底辖尊者就问了赤送弄战说 那到底 藏王啦 应该是赤送弄战 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的 汉帝的翻译是这样 他说你要用哪一种戒 我是受大众部 但是我也能够传 你要注意听喔 我有两个传承 我也能够传所有切有部 那藏王就问说 那有什么分别 他说所有切有部更严格 我行菩萨道 阿底辖尊者是大圣人 他有108寺院是他的 他做挂名住职 挂名做住职这样 所以他就说我受的是大众界 大众部的 我的四分率也是大众部 他比较接近大圣的味道 那藏王就说 这样喔 那那那那那你来 你来传说一切有部 呼呼 我们藏人齁 精派有极 很狠 然后那个外道 我的外道武功高强 我要用更深奥 不 更磕一点的戒律才可以 然后等下说OK 他就受了说一些有不 那我当时我把这个历史 我也带了一下 我说现在尊者在场 大家喇嘛在场 那所以我提醒诸位 就算你们接受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是说一切有 是 是 是那个 那个 达玛达 达玛达就是法藏部 就是我这个名字叫法藏部 达玛达玛达就是藏 达玛就是法 法藏部 就是我们法藏部 法藏部是大众部的戒 戒体呢 是非色非心 那么诸位呢 西藏的根缩有部戒 戒体是色法 就算往汉传佛教的比丘尼 清净到 如白雪一样的白 也没办法做你们的戒施啊 所以你们来询问 汉传佛教的比丘尼 戒法还在不在 我们当时说还在了 就算你们也接受还在 那难不成以后比丘尼戒 你们的比丘尼受的戒 都是汉传的戒 就跟你们藏传无关了 那你们也就是说 诸位大喇妈们 你们的收的女众徒弟的戒师 统统是汉传的戒师 那除非你们接受 不然问我们汉传比丘尼戒法 传承在不在 对汉传 对藏传来讲 你们注重你们自己的传承的传承的话 这不同传承 当下我讲完这个的时候 下面有一位 宏教的律学代表大师 他说 对啊 原来是这样 这个会议根本没意义 我说也不至于没意义 但是可以讨论一下 大家哪里听到了 后来呢 后来 整个藏传 并没有所谓藏传的比丘尼戒 没有啊 都是什么 都是跑出来 什么到汉传的 什么哪个山哪里去受的 他告诉你说 你如果他穿的是 是藏传的衣服的比丘尼 然后他告诉你说 他受了比丘尼戒了 那不会是在 藏地里 当然也有那些例外的情况 例外的情况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 我猜啦 就是有他们的师父 不甩我说的这样 管你的 反正我就把你受了 然后你就当做有 这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他的师父也受过北传戒 汉传戒 然后他才 因为女众要得戒要两部啊 男众部就比丘部跟比丘尼部啊 一定要两部啊 这台湾两部也是因为我写文章 一直写一直写 写到惊出来把那个新田长老惊出来受戒 不然中国佛教会一部受的咧 他不给女众两部受 也不结戒 为什么 因为把华山传下来 不知道怎么七传八传 传成这样子 传成很简单 女众得戒很简单 我就写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为这件事 我独立办一份杂志 专门写它 做思想改造 让我改造成功 台湾本来是 都被 现在讲这样不好听 我现在正开始跟中国会 我也号称中国会的顾问 但早年中国佛教会就是这样子 把词 每年只能传一次 而且按照它的方式 我一看就知道不对 没人敢讲 也没人去讲 我就开始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去办一份杂志 你看看 我办到现在 零元办起 每一期都亏损 我亏损到现在 所以我跟你讲说 钱不是问题 问题在钱 就是深邪杂志 深邪杂志 不给在家人看的深邪杂志 这样 所以他讲 我很早我就替中国佛教 做了很大的事情 也因为这样 才有大陆开始 注意这件事情 大陆早年传戒的时候 还打电话问我 他说 怎么比丘尼灯坛的时候 怎么没有念 我们德界和尚的名字 怎么念和尚尼的名字呢 不可以啊 人家到保华山东马 是念我们比丘的 这是八境法 我说这跟八境法没有关 你们看那些节目文 那节目文他讲的是 他的和尚尼啊 本来就是女众 嫉妒女众的呀 打月光电话问我 那时候果卿律师 还没有展露头角 还在跟海公学戒 所以他比较低调 我那巴拉巴拉巴讲 讲讲讲 说人家认得我 他就这样问我 所以结魔法很深奥的 所以藏传佛教 也是这样被我一语道破之后 他就没再谈这个事 到了第二次 我去Vananaši开会的时候 已经是十多年后了 达埃喇嘛已经不谈 这个什么女众传承 已经不谈 他知道close 没得谈 那是根本问题 戒体 所以僧文戒 有戒体的问题 有戒体同不同 仪鬼就不能相同 大乘戒就不一样 大乘戒的戒体只有一个 就是三昧爷戒体 也就叫做金刚不坏 金刚 圆蓉宝戒 金刚宝戒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佛性 佛性是一 不生不灭 本质具足 本不生灭 本无来去 六祖大师不是这样讲吗 是的 这符合大圣法的看法 那本质是这样 诱发的方法可以不同 因为众生根基不同 不妨碍你得戒 那就声文难道不是吗 声文不是 因为声文是做 正阿罗汉 他基于不同的戒体的看法 实践修行行为是不一样的 这又讲越神越深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 我告诉你声文就是不一样 你说声文的根本 不是也是大圣吗 才没有 声文人才不这么认为 所以你放下 这个再讲下去太深了 已经是连佛学院研究所 都不一定懂得道理 但是我们暂解不表 但我告诉你声文人 声文戒法就是不一样 结果呢 台湾开始就有那种说法 他说不行吗 那你叫他送那个 在家菩萨戒 在家菩萨戒 他叫三师七正 明明我们菩萨戒之后 三丙戒施 这个仪轨不一样 所以他不行 我说那你就是拿 声文戒法的概念 来看菩萨戒 佛法是活的 特别是大圣法 他很活 才不是这样 喝一顾 因为大圣的戒体是同一个 你诱发的方法不同 不妨碍你得戒 这是第一 第二 这群在家居士 巴拉巴拉来 稀里呼里来 什么都不懂 七天 你就要让他得菩萨戒 而且用饭网的 最高阶的这种方法 你觉得可能吗 当然 理论上不可能 可是你还是认为这样啊 他从受戒 要断淫欲 这就很难了 那你还用秉戒的方法 这是更加的没有 没有借私的诱发 你看看 十位 你跪在这十位的面前 问你 有没有清静 愿变守菩萨戒 你跪在那里 你跪在那里 你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害怕 跟我跟你们 我下来 然后我叫你们大家一起跪下 你跟我眼神不交接 都一起望着佛 你会不会害怕 你会不会害怕 相对不会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把你看的位阶比较高 所以你相对不用怕 你就可以得戒 所以这是预计什么 预计你已经有很强的 发起菩提心的训练了 熏陶了 这才是重点 不然饭网很难得戒的呀 我根本就没有戒施来威慑你 你怎么能发起这大菩提心呢 是不容易的呀 懂这个道理 你不能说因为这样 所以就没有那样 不是的 可是呢 守优婆色戒的内容 相对容易 这也是戒施 古代戒施讲的 因为它容易 为什么 你出街嘛 好了 现在我们把两个一起说 既然你出街相对容易 所以我用相对 比较不威慑你的方法 我用三思丙戒的方法 理论上说 你得戒也相对不难 你懂意思吗 饭网相对这么难了 你都敢用饭网的这种方法 让它诱发它得戒 相对容易的 你用简单的方法 当然更容易啊 所以讲起来 逻辑上讲起来是 即便是在 幽婆色 菩萨戒经 你用高阶的 得戒的 那个仪轨来导引它 也不妨碍它得戒 戒体同一个 我知道你们听得 鲁萨戒 我知道了 这我们学物理的逻辑很清楚 就是这样就对了 今天把它录下来 到时候就讲一个 在家菩萨戒 得与舍的相关讨论 题目应该是这样讲 好了 我已经回答你了 所以说可不可以条条舍不能 但是可不 那你受不了那个饭网戒 可不可以从受可以 你就去受在家幽婆色戒 要么就是鱼切戒 是这样 确定 那个心眼师你也是受 在家受鱼切戒 对不对 是吗 那你印象中有没有 他说没有 没有记错吧 印象中有没有断淫欲的这条 确定没有 没有 确定没有 你为什么也是知道 你为什么也是知道 你为什么都多亦散 实在 人家大陆来的若饥若渴 什么都去受 也好了 确定 所以眼师确定没有 对不对 没有断淫欲这条 那这样的话 他的仲介 前六条仲介到底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断杀 有吗 断道 有吗 但没有讲到断淫 我记得是这样 不说世中过肯定有的 有的 自战毁他还是什么 好 一定 我记得是没有讲淫 六重当中没讲淫界 我记得是这样 你看看 他就也就说断淫不断淫 那你们怎么办 你的事情就对 你给我守这些 你看很特别 这就是看出来菩萨界的多元性 这样知道吧 因为他本来就是 世断一切恶无恶不断 世修一切善无善不休 太广大了 他是无量界 要懂这道理 若平生有信佛念佛 但是脾气难改 脾气很大 这样子会被妨碍往生 会啊 那个行父 那个梁武帝他太太啊 师父人不就这样吗 剁成蟒蛇身啊 他就是 他一生就是非常嫉妒 非常脾气坏 可能是荷尔蒙不平衡 因为他身体不好 比较身体弱的人容易这样 你看那个 红楼梦啊 红楼梦可以做很多研究的 红楼梦里头的林黛玉脾气也是不好 他就是怎么样 他光看到花 他都可以生气 我今葬农 何人葬我 你看看 光看一个落花 他就火大 你懂吗 他就在问说 我今天来买你这个花 将来谁来买我 也就是一副那种 深功怨赴的态度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自己对他入座 你们已经不是生功了 你们已经是老妇人了 那是算了 是这样 所以说 这样子容易障碍往生 你知道称心 是比贪心 障碍行菩萨道 因为称会行杀 行杀是因为贪之不得才己称 所以他还要转一个弯 但你称的什么都称起来了 你看那个阿修罗呢 什么都称起来了 他就没台没机 他垂自己你知道吗 他光照个镜子就对自己容貌不爽 然后就开始生气 他可以这样 没事对自己生气 一般人不太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生气 难以利益众生 也难以往生 所以行夫人就最明显 吃夫人就最明显的例子 听到要服藏 爱往生的烦恼才能往生吗 听到要服藏 就是当然你要能够能服 有时候也难说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减低控制得了 你不要临终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冤心债主跑出来 什么都好 就是把你放那些钱的那些走出来 要给你做个镜 你现在越镜越气 你听不懂 一辈子他都躲你的债 躲躲躲 躲到后来他听说你要死了 他有点内疚 他想说 看能不能给你镜那些烧度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你敢没给烧度 你买了 你气到要死 为什么 你已经气他气到爆了 我们有一位师父 这也不要讲哪一位了 这两位师父在聊起来 他在我面前 他们聊他们的 一位算是学生意义的 一位算是我以前的聘请的老师 他就来万佛寺 他就在聊天 聊什么 聊说某一个 曾经当过他我的学生 然后后来又在下一届 还没读完嘛 他就读到下一届去 某一个学生 他脾气很不好 他在世俗的做老板的人 所以他脾气很不好 出家人 出家了 出家嘛还有习气 脾气不好 结果呢 这位老师跟这位 也是早期我的干部 早期我的学生 聊起来 后来是变成他的干部 然后就聊起来 聊聊聊 那个老师就跟他讲 他说那个癌症快往生了 在高雄 不然我们就帮他助念 我一听 我说五汤你不要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跟他解冤事结算了 你们以前常吵架 是不是这样子 他把我气 是不是愿意气我 气到脑冲血 会不会这样 不然我们就帮他助念 算是跟他结个好缘 我说 这点我得要说后话 我说 你还是请第三者 先去问一下 说某人跟某人 要来告诉你助念 好吗 要好才可以 不好的话 他气起来讲不了话 他已经躺在那块往生了 又看到你这样 他会想成怎样 你要临终的时候的脑子 是控制不住的 那么我们有个居士 他一辈子都在骂他丈夫 一辈子在骂他丈夫 说什么当年呢 他是 这个什么 扛着家人的反对声浪 而去嫁给他的 居然 背叛我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后来他先生 可能因为看这个老婆 不要猜谁了 他这个老婆可能就是 情绪控制不住 有点歇斯底里 我看是怎样 然后可能又多疑还是怎么样 然后讲话有时候无厘头 那先生呢 男人有时候搞不清楚 他没读过爱道经 他搞不清楚女人是怎样 所以他混乱无知的情况之下 觉得这个女人完全无法理喻 那这样之后呢 那夫妻感就衰弱了 英国有一个研究 他说在没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之下 男生跟女生会想要离婚的理由 有五个 其中 什么生活环境 生活纪律 习惯太差 宗教信仰 差太远 价值观 差太远 或者是脾气 让对方受不了 这都是没有第三者救 就会造成离婚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英国常常做这种家庭 家庭关系研究这样 这都是正式的学术研究 好了 那我猜就是这样 他那个人就 说是学佛 拿着学佛的帽子 然后讲着讲天大的道理 可是对他 他先生 就是那副那种 感觉就是泼妇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家庭比较有 然后他读的书 还比他先生高 是这样 所以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一副那种 当初是我算你的 我们大人都没算你 我算你的 那种恩情慎重 你要知道 夫妻感情要是讲到这样 就挂了 不能论高低的 也不能论对错的 也不能论正义不正义的 这都不能论的 尤其吵架就会论正义 有没有 当你要不是我怎样 你有今天这样吗 我是怎样怎样 你曾经说过怎样 怎样又怎样 一吵架就全部那些东西都翻出来 我告诉你 话讲出来就像泼出去的水 回不来 婚姻是要学习的 不是相爱就能在一起 那深奥得很 大部分都不懂 还有做父母的 也是要做学习 不是你为生就能做父母 才不是 会死 死是一剩子而已 会胶的很难 你自己的修养对不对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是这样 今天就有爸妈带着女儿来 我一看到 万一他在听了不好意思 我一看到爸爸妈妈 我就知道女儿的问题 大部分还是爸爸妈妈 是这样 这个事情太多了 那不是孤立 那简直太多了 是这样 所以说他就这样 他常常在我面前也抱怨他先生 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他应该是爱先生 他才会抱怨 可是男人一听到这种抱怨 要么就没脸 要么就没面子 要么就没感情了 你都对我这样 你对我都没有崇拜感 你对我都 甚至不要讲崇拜 你对我一点欣赏能力都没有的时候 那这样 我们彼此怎么走下去呢 他就这样 男生是这样想 好有一次 这个爸爸就 因为他知道我比较open mind 他就跟我聊起来 他聊起来 意思就是说 师父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根本绝对不学佛 我说对啊 因为谁 对不对 因为你老婆 对不对 他说对 他跟我说他学佛学那么久 学成那个样子 那简直是丢脸死 我说不要这样讲 佛门流丢脸的比他还多 比他还严重还很多 所以你们这种修养差的 不要说你们学佛好吗 佛陀脸真的给你们丢光了 真的是这样 有那个阿嬷有没有 那个粘珠带着 这样洗 洗 黏 洗 洗 黏 你真的完全不学佛 因为阿嬷全文你洗 洗 黏 是这样 是这样的 那倒架子 他就这样 后来呢 后来他先生癌症 症到癌症 当然不能这样讲 但就是癌症 他就哭哭啼啼了 我说我现在别哭 现在最重要就是 跟你先生和解 或者在我的见证 跟另外一个师父的见证之下和解 他先生就往生得很好 也算是他学佛 最后绑回一层 那你看看这个和解有多重要 所以刚刚讲说 怎么样 在这里 说脾气不好 能不能往生 要不要改 但是又听到 只要性愿行就能往生 我告诉你 是的 只要性愿行就能往生 但问题是你别忘了 性愿行是你该具足的 可是外面会障碍你的 那就是临终己障碍 你忘了这件事 你听懂吗 车票你是买好了 可是堵车啊 你就没赶上那台飞机啊 有没有可能 业障就是堵车啦 临终的时候那个欠你 还要钱的 还是那个什么 我还有一位居士 老太太了 后来出家 出了家之后 还怨他先生 外面养女人 会不会怨 会啊 不是说剃头就不怨啊 那我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啊 好了啦老婆三 那是要夹中啦 娶养的帽子有比较好 对没有 那你去世翁啦 听书没话 快去 那共同的也就是 这还一口气吐出来 去了 真的去了 就要师傅跟他讲 他才觉得一口气吃得下 吞得下来 你看看 所以你什么性愿行 是因为你本来就该有的 那是你的车票 但是会塞车啦 傻傻你啊 信任性就一定能往生 不然佛祖好黏 早就往生光光了 连我都不来了 我告诉你 你也不看到我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不是这个道理 这是YouTube上问的 你昨天问了 今天答案 你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的按一下 回答回应一下 好不好 我们小编才知道 持地藏法门 一样可以回向西方 没错 觉得与地藏法门相应 可是参加道场的时候 大多念阿弥陀佛观音圣号 那为此感到纠结 怎么办 没办法 因为人家借场是在打观音七 或者佛七 那你只能去 至于你的地藏七 相对少没有错 但是确实可以往生 哪怕要是流离 光如来也一样 对 讲到幼时光 我们的起灯跟节灯 都念钥匙经 金刚经 以后就是金童菩萨的生日 我们就念金刚经 因为还是都念 钥匙经比较好 仪轨上这样 点灯还是点七盏 这样好不好 因为钥匙经也要把你很熟 也是这样蛮好的 普贤横愿品 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如何来指导出家法师的事业工作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普贤横愿 告诉你就是发十大愿 抑着礼敬如来 称赞如来 乃至广修共养 最后是普贤回向 什么事情都要回向一切 这我有讲过一个 普贤十大愿的 我还写成一本书了 马上你去看一下 这里头处处都是怎么样 都会看到说 行普贤横愿很难 所以要怎么样 要回向极乐 将来再来行普贤十愿 所以你不是为了 清静 少事少脑 你是念佛求生极乐 你是为了行普贤横愿 而去求生极乐 事实上 这两个就结合了 那事业 念佛是事业 普贤横愿也是事业 所以一方面你念佛 一方面你也不忘 世间度众生的事业 那度众生会妨碍我念佛 不会啊 你越做事业 越度众生 越知道众生难度 你就越发菩提心 你就知道了 噢 菩提心 求畅悔等等 这些是很必要的 你就懂了 所以它是可以结合的 它是可以结合的 OK 好 那么再来 想要出家 想学天台 家人支持出家的选择 但是认为天台太辛苦 应该去大道场 生团比较有保障 也就是说 言下之意小妙没保障 是这样 也就是说他认为 他还是去参加一个公司登记 应该去台积电 不要去什么呢 不要去炸机 不要去炸机电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用人本在思想 思考 你出家 你的老板就是释迦佛 是这样子 那应该要以你出家的人际因缘 跟学法因缘来看 而不是什么有保障没保障 有保障干脆去做再家人 去投人寿险算 是最有保障 所以概念上这都不太对 保障有道粮充足 意思也就是说 小庙到时候会没饭吃 你看过哪个出家人 会小庙没饭吃的 他连住公寓他都有饭吃的 何况你看连着大陆来的这种法师 都吃得肥兹兹的 是这样子的 你说哪里会没有饭吃呢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什么观念 这是这样子 道粮充足 师之稳定 师之稳定 你是怎样 你是要读博士还是怎样 是这样子的 这还要师之稳定 老师是多就叫老师 这真的 这不是在想什么 不过当然了 应该是他家人有特定到场期望 才会跟他讲这些 如果是这样 就不要假装来问我 你们就好好跟你家人谈一下 这都不会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家人根本就有一个 特定的出家的希望 那你就好好跟你家人谈 你是为你家人出家呢 还是为你自己出家呢 还是为了某一个佛法的理想出家呢 那你要想清楚 我觉得虽然因缘 我也不能去评判 我也不想去评判那些事情对跟错 因为对你没有意义 你会问这个问题的 已经就是你拿不准了 大概我的话 也对你没什么帮助了 至于说什么叫做品牌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还是讲 释迦佛没成佛蛇 他就是没品牌的 他杂牌的 你懂意思吗 他还没成佛之前 他就是杂牌 成佛了呢 他照样被挑战 所以要用心去找你的善知识 找你出家的意义跟价值 而不要用什么呢 音叔回来 不要用什么呢 不要用别人的意见 你的意见比较重要 当然呢 你家人的意见好像也是 他在挑战你嘛 那挑战你要被挑战成功 就是你顺了家人的意见 是意见 那就是家人的意见 但是如果挑战你 你因此诱发你自己更深刻的思维 那你就应该要去思维 不过原则上是这样 要有戒律 要符合政法 这两个要 所以说男众在男众的地方出家 女众在女众的地方出家 像圣天公寺不是在万佛寺出家的 他就是女众 他只是来自医治 他们是下院 就这样而已啊 很单纯 也是佛陀所容许的 我们在佛陀的戒律之内 做该做的事 进出大辽拿食物 是否要问典座事 当然啦 那是处所永定 那很严重 那一定要 除非没有进大辽 还在禁地 像灾堂就是禁地 禁地就没有回到大辽去 那你早拿完拿 人家都拿完了 你愿意再去拿那属于禁地 这不是大辽 禁地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的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公用 是这样 但是也仅此于出家人 不是在家人 搅拌两粒 放的 我自己捏一粒 在家人不能 就是在出家人 因为他放在禁地 但是如果放进大辽 那谁都不能动 不要说在家人 出家人也不能动 因为他已经叫做处所永定 暂时放灾堂 是吧 对 那这样话就不行 那是约定 那叫做大辽食物的约定 已经是大辽食物 那就不可以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所以就变成要指定柜子 干脆指定柜子是禁地 这样就更好 那我说万佛寺当年是 你这问题很好 当年是这里是禁地 就用指定的 所以这一区是禁地 所以东西摆着 那就是禁地 这样了解吗 这不太一样 那圣天宫是应该也是 也是被指定为禁地 对吧 可是必须约定好 那个柜子是大辽食物的延伸 那所以就不能拿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像我座位后方呢 很多都是食物 没办法 因为我如果入大辽的话 我也拿不出来 那被那些居士乱弄一通 这又不行 但是呢 我已经把它座意为 那是大辽的食物 所以我连我都不敢随便动 我会怎么样 我会拿来供佛 供还佛的就行堂 行堂 行王堂就属于大众的 在还没有的时候呢 它不属于大辽 我可以处理 但我可以处理 我也不会自己拿去吃 我会找时间把它给供佛供掉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是施主 我要为施主做最大的供养 这样了解吗 因此我会选什么时候 我不会选因施主不在的时候 我会选因施主也在的时候 尽最多人数在 我再来拿出来 居士不太懂啊 你懂吗 他就不太懂 看他说好好的 才三个出家人 五个居士在那 居士出宝了 出家的每一次 那会损了那个供养者的福报 这个只有我清楚 所以我会这样做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 有时候有一些 有一些模糊空间 我们把它做对 会更好 也更心安理得 这样了解吗 用餐 过用餐时间了 还可以去大辽拿食物 给一般游客吃吗 这样有没有饭介 来了 这个是这样 理论上说完全不 理论上说是不可以 但有几个情形是可以的 第一就是说 大众师同意 说为了要利益众生 这个食物是多出来的 因为它是食物是由僧人共管 大众师同意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做静 做单白 白说我这个食物呢 因为过多 或者是因为吃不完 我们要记住于事 或者我们要去做慈善事业 这个不仁者说 就是觉得有意见的人说 这样子 因为它是属于生物了 它供养生物了 在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 它处所永定 谁都不能动 它进了大辽就在大辽里 所以圣天公寺 你们要处理这事情 也是要这样做的 就在灾堂当中 就这样说就可以 而这个的话 不属于解魔法 它属于白法而已 所以在家居士听到也OK 所以不用把它们浅出 不用 这样知道吧 所以那个慈善事 你做点作嘛 要注意这个做法 OK 那好了 那一般万佛事的话 大家有这个共识 所以说 但是也仅主于多出来的事物 这个就要由 这个就要由 做这个动作的人 有资格做这个动作 他要分别清楚 比如说 我就是在帮忙煮大辽食物的人 那我被分清楚 我已经分清楚 这个真的是多很多 这样子 才可以 第二种情况是 不用问也可以 比如说 总统来了 地方 主官来了 或者是一个 要伤害你这个道场 很容易的大地主 有钱居士来了 他要护食也很容易的来了 或者要伤害你很容易的那种人来了 那可以不问 就给他 因为我要护念三宝 来个大流氓 而且凶巴巴 想要抢寺院的土地 你就为了要挨撒住他 你要安抚他 煮好吃的给他吃 他觉得 实物有看中我 这样子他就不会对道场不利 皇帝 当今皇帝来了 或者是总统 或者是地方主官 比如说台南市市长来了 因为他可以为我们铺路造桥 他可以甚至于判定 我们土地变更 可不可以通过 虽然 他们是分成负责 市长也不太可能 但是他如果愿意说两句好话 有机会啦 假设啦 这是假设问题 或者是我前面缺一个停车场 他可以帮忙想办法 比如假设 这对寺院有发展有很重大 那是可以的 不用问也可以拿 也可以让他吃 那如果说内部长住师傅 因为某些事没有办法赶上用餐 那他过午之后需要 就是他没有吃到饭 那可以说在另外开果 然后再补贴长住吗 可以 因为他补贴了 就得买了 这样子 但是事后公开说一下 因为你也不晓得补贴的情况怎么样 对吧 然后再来是以什么呢 以一般性的平常食物为主 比如说他补贴了 就会去拿那个很少的 巧克力剩下一粒而已 大家都没得分了 假设蛋糕就是准备明天大家公分的 但是他因为补贴长住 他就切了一半干掉了 这样就不对 这样懂吗 就是说以这一期或近期会煮的东西可以 但是他不要补贴 要补贴 那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了他要顾色身 他色身有伤害 的开源的情况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而且他已经被公告了 已经被公告 所以他就没有偷盗的意思 他补贴也没有盗损的意思 这样了解吗 那好了 那游客这个部分 一般来讲会比较有正义 因为游客不信佛的很多 是不是这样 那到底谁可以决定 就是一种情况唯一决定 就是说东西真的太多了 我们就口白出去 是这样是第一种 第二种有收入的 像我们上次那个水很多 然后呢我们的茶叶也很多 那刚好夏天呢 人家来游园很多 那明显的在律上有这样的要求 律上要求是怎样 就是说如果A这个东西多 多到了放下去就会坏掉 比如说水有过期的问题 对不对 会坏掉 那怎么办 我们把它换等值的东西回来 或者换那个钱回来 以便它不坏掉之前 我就可以买另外等值的食品回来 这样不损施主义就可以 所以我们当时放在女众聊的那些水 就这样用掉的 那就没有告大众 因为我是 我没有流通 一贯就是多少钱 我没有流通的 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这是可以的 就大概这样 不然一般来讲要很小心 给游客的很小心 那不要说游客 给信用居士也要很小心 很多庙上 很多寺院的老尼斯 最爱干这种事 那个私相授授 给那个外面的老居士 这个吃鸡 带回去你们吃 带回去吃平安 常常是这样 这样就有问题 那但是有一个情形例外 捕过鬼神的例外 因为捕过鬼神出家人不吃 已经等于舍出去的东西 那它只暂时冰在我们的冰箱 上面写着已经捕过 或捕食 就是我们说 见食过的食物 还新鲜 尽管送吧 因为那已经跟出家人无关了 这个可以 这样了解吗 发菩提心求生进度 跟发菩提心求生 而求生进度 跟发菩提心求生进度 意义上有不同吗 是根基上的差异吗 有必要这么饶口吗 为发菩提心而求生进度 这是比较少的 应该是因为发了菩提心 而求进度 是这样 这是第一 第二当然菩提心不容易发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会发圣意菩提心 那如果你指的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也只有在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悟无声 悟无声的同时呢 你就误入圣意菩提心了 确实是 这是未发圣意菩提心 而求生极乐 也对 但是因为你已经未发 其实就是发了 只是发的是世俗菩提心 跟前面这个 后面那个发菩提心 而求生极乐呢 本质上差不多 应该说是互通的 互通 但是要以保险来说的话 当然是后者保险 你已经发了 然后求生极乐 懂吗 因为发菩提心 是成佛的唯一心 唯一的一心 要去听我那26卷 26小时的课程 是唯一的一心 你都已经发成佛的心了 那何况去极乐世界 成就道业再回路娑婆 所以经上都是以发菩提心 求生极乐为种 为主 是这样 那两者当然都可能存在 都可能存在 好 再来 我慢习细重 是不是容易察觉自己有慢心的问题 不容易察觉 对啊 自大而修福会有什么样的夜报 自大而修福 会变成这样子 修的福报会带着烦恼 将来你很有钱的孤独老人 赚也会赚钱 没人跟你真心交往 因为人家都不喜欢跟自大人在一起 因为自大就显得你自大 自己大嘛 他人就小 任何人都不喜欢看清自己的 所以跟你在一起很衰 是这样 没人想 除非修行人 是这样 那你说修福报 你那个福报其实是 杂染 搞不好是为了自大而修的福报 那有没有福报 有啦 很低 而且呢 已经带着烦恼 就算呢 钱有 大概也不会太多 因为你那个心量不大 自大的人心量不大 你看不懂 容不下别人比你行 是这样 这是第一 第二 没有住缘呢 你成就不了大事 要示弱才能修行 才能成就大事 你看看那个三国演义 刘备什么都不能干 绑草鞋的 可是却引来了谁 张飞 孔明 关羽 文的 武的都是一时之选 小小的属地 他居然能够跟人家鼎立三足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小国一美 曹操何许人也 董卓何许人也 是吧 然后这个孙权 永江南复树之地 一个蜀国偏僻 当然蜀国也是 蜀国也是很那个的啦 可是终究出也出不来 进也进不去 他就能够抗衡人家 他靠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要示弱 不要示强 示强是因为你怕自己弱 对自己还不够信心 居士学佛 常住有门槛吗 来佛寺常住 有门槛吗 有啊 第一个健康检查 当然很重要 好 再来你不要有那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 跟不良的社会关系 外面有仇人等着你 每天都在山门口 拿刀子等你 这样子 这不行啊 再来呢 这个是怎样呢 你要有优质的生活习惯 跟对三宝应该有的恭敬尊重 再来你不能偷懒 你吃庙里的饭 你就要做庙里的事 你不能就整天要睡觉 不干活 除非 除非是人家特许你说 因为看出来你有重病 你要在那边调理的 给你空间 算是你跟这寺院有缘 是这样 没有付出白吃白喝 有没有戒律上的疑虑 是这样子的 一般出家事务 不为因人私人相授受 而说让你来这里 好像看起来白吃白喝 但是你自己的福报 你自己要守 出家事务容许你来 大概有几个理由 第一 一般寺院缺人 要不然看你呢 还算诚恳 第三呢 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看懂 不要白吃白喝 给你机会 所以你哪怕你刚开始 想白吃白喝 你要真正想修行的话 你后来你也发现 你这样子不好 那如果你还不管 那很快的付法隆天 会把你轰出去 也不用出家事务 那再来就出家戒律来说 那就怎样 第一他没有私心 第二他是给他机会 第三他是度化众生 他不是说私相授受 给他白吃白喝 所以基本上 刚开始不会有戒律问题 除非事后 他这个人真的不长进道 连护法隆天对他也没办法了 那出家事务 看在眼里 他老重 或者做坏榜样 太严重 那他可能就要出口 当时让他进来的人 就要现在让他出去 没话讲 或者是邪剑 本来进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邪剑 那随你 慢慢我发现你有邪剑 那就要让你走人 要当机立断 这个是没办法 这是很明显的 小孩子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有皈依受五戒 现在长大大学三年级 可以叫他舍戒吗 因为怕他交女朋友后 那先上车后补票 就完蛋了 你已经替你儿子 这个受计了 眼看快守不住了 是这样了 是应该跟你儿子讲一讲 你儿子如果不甩的话 你才要跟他讲 不然你守戒 那也只要舍一条就好了 舍隐隐就好了 是这样 那他有没有算隐隐呢 有可能算 就是说 根本就不想跟那女孩子结婚 两方的爸妈也不认为他们会结婚 然后你们摆明了 这样子然后去上床 性行为完成 这样就舍隐 但是如果说 自认为本来就一定结婚的 那你这样子不正犯邪隐 但是方便犯 也是犯 但是没有严重到正犯 因为你们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是这样 那爸妈也同意了 那师傅 意思就是说 可以婚前性行为 不要这样推论好吗 我说在忍不住的时候 这样发生了 只能够说 我们说那不叫正犯 我没有说你可以做啊 对 但是我说没有正犯 这是戒律上 告诉你的事实 这样而已啊 那还是犯啊 还是重罪啊 只是不到正犯的重罪这样 再来让他顺便讲一下 正犯五戒的人 可不可以出家 可以 要到事务那里去坦白重宽 重新操练 修苦恨 修苦恨的结果 让师傅看一看 觉得嗯 这般的有决心 那断尽千华 喜尽千华 好 恭敬条楼 老实正直 惭愧赞为感恩 这七德目 再加信心 决心 信心发心跟决心 三心也具足 七德目三心都具足 合起来十个德目都具足 那就可以 是这样 开小度 小照 是什么意思 室内 室不能开小照的吗 就是自己开如此东西 有病源 你秉促做这个事 因为你生病嘛 常住本来就不开火的呀 那你生病嘛 那是你私人的事情 因为你病原重 第一种 第二种 为大众 开小照 有 在过去的丛林里常常有 不得已 比如说这样 这个要懂 一般很少人解释这个事情 出家当到 知客以上的人 他就挂书记职 挂书记职的人呢 一辈子的书记 万年书记 就代表你有那个资历 这一类的人呢 他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 他一定 有外面的关系 居室的关系 官员的关系 一定有 你看我们的知客 去台南市 去跟人家开会 什么的 代表万佛市去开会 已经去了恩赐 那官吕局局长来看地 怎么样 他也去了 他有这种关系 好了 他退居 他有所谓的 这个叫做书记寮 这一类水准的人 有书记寮 书记寮呢 大概 格局大概都是三个到四个 一般的四个 四个人共用 一个客厅 甚至于有小 小炉子 那退居方丈更严重了 做方丈的 有小炉子 有小厨房 退居方丈 一样有 你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 跟刚刚一样 当知客当家 都有社会关系了 方丈那更是严重了 它有很多社会关系 那社会关系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位当市长 当年呢 帮我们土地 做什么事 帮我们呢 路灯做什么事 外面呢 什么样的法规呢 不恰当 他帮我们调整调整 有没有可能 好了 你退休了 他也退休了 他有没有可能来找老朋友 你做一个出家老和尚 得高望重 要不要接待他 不行啊 我退休了 我也不做方丈了 你来了 笑我来了 我这过我不识 你就没得吃了 很多深山 他是没有速食管的 他去看你的之后 就要饿肚子回来 甚至没车子 那他世俗人呢 当时对这个常住 这么帮忙 我刚刚不讲吗 对常住有影响的 我连大聊东西 直接拿出来煮给他吃了 这是戒律上可以的 现在他你退休了 他也退休 来看看你 然后你说 没有啊 都没有了 人家会怎么想 出家人好现实 我做住持 他在做住持的时候 有权利 没有人就拿光光 我还做市长的时候 服服帖帖的 现在帮忙完了 忘了我曾经对他们的帮忙 说什么佛门慈悲 我看 so so 会不会 会不会啦 主师讲 莫把人情当佛法 这就是随便拿厨房东西给人家吃 你犯戒 不坏人情及佛法 就是没有忘记人家对我们的 当时的好处 我们现在还招呼他吃一顿晚上的面 你觉得过不过分 过不过分啊 我持戒 好 你持戒 你到时候 那个路要被人家拆 你就不要去 爱北救护 你就不要去找人家市长来帮忙 没有错啦 但是有一种洁癖者 他就不是这样 没关系 我静坐念佛 感应道教难思义 呵呵呵呵 念着念着 钱就突然间从天上飘下来了 完全不用 不用扶持了 那你是在搞玄学 不是在搞佛学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算有感应 也是透过人在感应啊 也不是说念一念这样子啊 然后路就突然间 铺铺油铺好了 晚上无鬼办运法 有鬼帮你铺铺油 他敢铺你也不敢走 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叫古德讲 叫人不坏人情及佛法 所以不能把佛法当人情 又不坏人情及佛法 你看看 看起来很矛盾对吧 不是 是针对两类事情在谈 所以他们有小照 原因就是这样子来的 你不要说他犯戒 好吗 是不是 这第二 第三就是 他已经是老和尚 要煎药来吃 煮药 以前没有电锅嘛 是不是这样 也没有帮你煮药的那种 那种中药店 怎么帮你 又没有真空包装 现在有 现在有些中医师都帮忙煮 你买完药了 他抓好药就帮你煮 对不对 方便家 完全客制化 有没有 当然这是例外 但是有时候住深山 你要自己煎个药或干什么 所以有好多个理由 他在别院里 私下为这事情做 那你这样有没有犯戒 有 犯小戒 该忏还是要去忏 但是为什么他容许 是因为要顾人情 身为人 他就不是这样想了 这下地狱了 这一下地狱了 完全不可行 他只看到这 因为他就是以舍离为修行的 懂吗 所以他不会有什么市长来的 因为他住在树底下 他不用市长来 市长来 没关系 我就换一棵树就好了 你懂吗 你也爱不到我 换了再不行 我去住总监 住什么 坟墓堆 那总没有人来管我了吧 你懂意思吗 是这样 所以大圣法 因为他在人间行 你也守生文戒 没有不守的 了解吗 也是守 有没有说我舍了 当然舍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舍的 他就是要忏 他就是要忏 所以我跟人家讲 我说我去办宗教基本法 你们就不要跟我了 因为我要去陪人家吃饭 很难看 但没办法 尤其是有些信众 更白目 我晚上去吃饭 我就不想让人家看到 他远远的杀过来 还叫了好大声 我张华师 整间都听了 还要跟我合影留恋 后面就是什么什么素食餐厅 我去到海上去 你也帮帮忙 你这样懂吗 懂意思吗 有时候你要跟人家谈事情 这就是这样 但是在能力范围内 我就不要做这个事 就这样 这就是 还是要两种都是守 我们还是不能够说就这样没有 没有皈依的人 有淫欲犯戒的罪 有 一样有邪淫戒 他叫性罪 但少了一条戒罪这样而已 懂吗 所以你尽管你没有皈依 但是你夫妻外的性行为 除了嫖妓 嫖流囊 这个没有正犯 但是有犯 但不正犯 因为那个不属于真正的婚外情 那是嫖妓 那是买卖行为这样 那就有人问了 那我跟我的婚外 女朋友 男朋友 那我每次跟他行营也给他钱 算不算 不算 不行 因为你们是真正的 那个 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 偷情 你们是真正的偷情 那就是血印 假装给钱也没用 你懂吗 要假装给钱 还不如供养万佛寺 还修一点小福 你那给钱失效 没效 对不对 你也骗不了谁 男女朋友 有婚前性行为 或离婚后 再和女友同居 例如 男女朋友 婚前性行为 我刚刚说了 有决定婚嫁 确定了 两相确定 那这样不正犯 唯一这样 以外 如果不确定 你们就很快 当炮友 当一夜情 这样子 那就是婚前性行为 因为婚前 你们没有婚姻关系的性行为 就明显了 刚刚那个说 已经想要婚姻 那那个婚前有差降 所以那个容许到不正犯 离婚后再和女朋友同居 就是再和你那个原来的 太太是吧 还是你离婚后 有了一个女朋友 同居 那一样啊 一样啊 那都是婚外行为啊 都是婚外行为 不过有一种情况是 就开始有问的 就是法国开始有容许 所谓的同居关系 男男女女男女都有 他是在法律上面认定 好像税可以互补 有这实时上的意义 所以你去法律 法院那里认定 认定我们是同居关系 法律是可以承认的 好 那这个呢 虽然不叫婚姻 在法律的利益上 没有到婚姻 结果婚姻的话就是 财产要互补的 而且可以免税 到这种情况 这个死的那个 那个遗产税 多少以内是不用税的 他有这个利益啊 那同居有可能差 这样就没有 可是你在国家法律上 认定为同居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可不可以有婚前性 算不算婚前 还算不算 那就要看了 如果那条法国法律 是认同说 认不认同这样 A在法律上跟B女同居 同时又登记跟C女同居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利益 我没查过了 我觉得几率不大 换句话说 他认定A跟B 是同居行为的话 即便没有婚姻之名 那应该有 什么 应该有排他的意义在里头 同意是吗 听懂吗 排他 就是说我跟他同居 那就是同居关系 不过因为是同居 他如果跟另外一个C 有性行为的话 B应该没办法告妨碍家庭 台湾还是可以告妨碍家庭的 那叫做民事罪 懂吗 虽然我们已经测了通奸罪 通奸罪是国家罪 就是刑事罪 所以以前可以请警察捉什么 捉腰 不是捉猴 不是捉腰 懂意思吗 就捉什么呢 捉奸在床 可以请警察的 现在不能了 因为警察是属于国家 国家刑法行为的 是这样 是由大家出钱请的警察 结果替你抓小王 没道理啊 替你抓小三 没道理嘛 是这样 那所以废除 所谓的除罪 就是废除刑事罪这一类的 就国家罪这一种 没有 但是你还是可以告家庭妨碍的 一样可以告 不是不能告 但是妨碍家庭这种事情 就没有所谓的拿起来关 就没有了 刑法才有关 通奸要拿到去关 在国际上面 已经不走这条路了 他认为说男女的关系 你因为偷个情就把他抓去关 跟杀人放火等同 这个未免太过了 所以在法律上那叫轻罪 法律上那叫轻罪 所以他就列为罚钱了事 懂吗 跟强暴罚钱了事意思一样 哦没有 强暴的话 妨碍性主是性罪 是那个刑法罪的 这不一样 应该是指的说 强制妨碍性自主 这样就会罚钱 好 那这个呢 就不一样了 在法律上面的话呢 似乎你没办法告他 这个 这个妨碍家庭 因为你们不成为家庭 你们只要同居关系而已 还留有一个 未来主家庭的空间 所以你就不是家庭 当然就不能告他 妨碍家庭 所以A跟你同居 A又去跟另外女生 或男生 发生性行为 你不能去告对方 叫做妨碍家庭 因为你们不成为 家庭关系 那婚姻就是成为 家庭关系 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算不算 算不算协淫呢 是 因为 五届的规定 是用排他法 是 只要非婚姻关系 都是什么呢 都是什么 都是协淫 像唯一来了 类似像法国这样说 认可你们为 这个什么呢 为 同居关系的时候 到底你们能不能协议 哦 这个事情可多了 你知道吗 很多居士 他跟他的老公来 但是他们没有婚姻关系 有没有 你们知不知道 当然你不知道 那他会问师傅 他问师傅 我没有整天在喊 是这样 那这个事情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你们的关系 如果已经是约定为 准家庭关系的话 那戒律上就守护两者 那就不能再 有婚外性行为 那你们的性行为 已经认定为 是夫妻关系 只差一个 法律没公正的话 你们真实的互相认定 那这样的话就认同 是 所以这样可以形影 但会有血影的问题 就不能再有外面 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那我不OK 他们夫妻一来了 就问这事情 就是他们一男一女 同居很久了 已经都小 孩子都已经 他们都做阿公啊 你懂吗 还没有去结婚 那就丢脸 你懂吗 就这样算了 就这样到永远这样子 我说 那你们要注意 你们的遗产问题 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这样就会有遗产问题 因为你那个所谓儿 到底是男的边的儿 还是女的边的儿 他是隔开看的 那有可能会搞成充公 都麻烦 这个很维系 就是你要自己找这样 他们要找法律顾问 去了解这个事情 就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他们是可形影 但是要认定准婚姻关系 虽然国家没有登记 但是你们要认定 因为血影的本质 就是指 违背婚姻的 性行为的单一关系 这个约定 不然婚姻是人类的 人类的契约关系 理论上说 怎么一个契约关系 会造成我下地狱 加重不加重呢 这人的事情 就是因为 你在诚信跟情爱的 自我控制这件事情上 你没有像你守戒这样约定 所说的 你已经在守戒的利益 当然你就要相对付出 守戒 犯戒的损失 这样你懂吗 犯戒的罪障 当然是这样 没有归 这问过了 快点 佛菩萨只是给人拜的吗 还是说会来六道度众生 为何说八万四千个烦恼 八万四千个法门 会有那么多烦恼吗 你试试看 有没有那么多烦恼 你自己看就知道 它是指很多的意思 至于为什么叫八万四千 有一个 当作是代表的计算法 是这样子的 那这计算法有好多种计算法 从贪嗔痴 还有等 等就是都有 然后来对什么 犯什么 沙道淫望久 五戒 还是犯什么 心有贪嗔痴 身有沙道淫 口有望于恶口 其余两舌 那就是十种恶 是这样 它有这样相成相成 这样来算的 这是一个概念 指的说很多的意思 是这样 只要你有起一个念头 都可能 起某一些自私的念头 都叫烦恼 所以佛菩萨不是指人家拜的 他会视见来人间 但不会让你知道 不会让你知道 你也不要去听谁说 说他可能是佛菩萨再来 也不要听这个 因为他不会暗示自己是佛菩萨 等他入灭了 你才会知道 顶多是这样 什么 弟子的母胎单身 什么母胎单身 母亲还是母胎 你在母胎就单身 难不成你在母胎就结婚了 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写错了 是这样 是这样 母胎单身 没交过女朋友的意思 现在才有这种说法的 这样 母胎单身也代表 你也没有 没有性行为经验 是不是这样 就说个处男处女就好了 讲得这么复杂 这大陆讲法 我不知道 好了 就是处男处女 母胎单身 好了 新的说法 你们大陆是这样说的吗 你也莫宰阳 这新的说法还是怎样 但从来没有出家念头 客气一心向往在道场工作 服务大众 最近美梦成真 被介绍到道场做事 但是工作压力非常大 不太容许我们请假 做的事情跟静人几乎一样 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了 我不知道是否坚持下去 你也没有出家念头 那工作很多 虽然这个工作很多 但也没有要出家念头 现在就要你看 你对这个工作有没有兴趣 那这样如果你压力很大 代表你没有乐在其中了 那这样的话 那你就看着办了 是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坚持下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当然它是不是功德呢 要这样看 我刚刚 我昨天就讲过了 要欢喜为重 你要看到它的价值是怎样 有这个价值 那你没有所谓期待 所以包括工作量 工作多跟少 你也不要期待 当然你说我看受不住了 我受不了 我要休息一下 这点可能你要跟师傅坦白讲 是这样 应该 如果你是知心的人 在寺院工作 有点像保全工作一样 它的休假是活的 有时候要配合你 有时候你要配合业主 是不一定 像我们也要请保全 我们要请保全的话 这个什么呢 写在这个规约上面 也是写着说 必要的话你要配合我们法会 我们也是周休 一个月有八天的假 就这样 就历数这样 这也就没有那么死板 不是那个上下班 朝九晚五的这样 到死 这点应该 以劳工局的标准来看的话 应该不至于把你弄到说 身体搞不定 这件事看你的心情上的问题而已 食物很凶很严格 有些事情只能冷赖 也就是说敢怒不敢言 大概就这个意思 一直冷赖不敢多说 我该换个环境吗 还是要回到世俗工作呢 你们万佛事有缺人吗 你来万佛事搞不好更惨 劝你要多考虑 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讲完这话的时候 我们那个什么呢 我们那个清会师就露出了微笑 其实这是看你的主观情绪 我看我们那个等念事物 他坐着每天忙死 他身上有两个怪病 他每坐到五六点 他全身就会停电 他停电了 就整个身体 那个脊椎就会乱七八糟 他就要马上去他的疗房 自己再把他拉 拉直了 然后再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充电饱了之后 可以撑到八点半 他一定一天要充电充两次 他的电池已经老损了 你懂得没钓电那种 他是随着一种行的 所以每次他到五六点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你赶快去充电 因为我跟他讲什么 他已经这样 这样 他会这样 那八点多 我尽量就不要给他电话了 因为他已经在床上 已经充电了 可是他早上固定就三点起床 他是这样子 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状况是这样 我呢 我是随时待命 我随时累 我可以 睡三秒钟我都可以睡 我在跟你讲话 讲讲讲 我觉得你那话不重要 我跟你正在讲话 讲讲我就 我就睡着好了 我说我要睡 我就睡着 有一次 这个事情 我这个功夫是从 我在读四大副中就练出来 我在读四大副中的时候 我常常跳课 诗误练过 不要随便跟我学 我常常跳课 跳课的时候 你知道四大副中的后门呢 就是海军总部 海军总部 中间很美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仁爱路 仁爱路有些 仁爱路有些路段 中间有公园 路中间的绿地居然是公园 那我就睡在那个公园上面的石头 那个水泥屋上 两边都车子啦 狗啦 人啦 什么的 这样我睡得好好的 那后来我出家了 我师傅坐前面 法处 法华法师帮忙开车 法华法师开车开得很稳 他当年是替将军 在金门替将军开车的 他只要顿一下 他一个月的假就没了 你懂吗 但是如果开得怎么样 让长官睡得很舒服 他的家就很多 所以他开车很稳 我师傅呢 一上了车就会跟我们谈话 我都坐在我后面 我师傅后面 有时候我师傅讲话 他会绕绕绕 或者是他讲他的 我觉得不太符合戒律 我有洁癖 出出家都会有洁癖 不太符合戒律 我就在后面 我就想 我就这样想 算了 这个 讲那个都没什么效果的 我就睡觉吧 我就睡了 然后我师傅就继续讲 你知道吗 讲一讲 怎么没欢迎了 他回头一看 我已经睡着了 他就很不爽 后来我就 开始自己忍自己 算了 不要让师傅不好看 我就一直忍着 但是我对学生 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 我到哪儿去 我自己的学生多了 他们在聊天 我也陪他们聊 聊聊聊 没事 他们已经都是 一个寺院的住持了 我还是 还是我的学生 聊着聊着 他们聊得很高兴 我已经睡着了 那我的学生都知道 我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会讲 主任 就是我当上教育长 教育长睡着了 然后大家有默契 继续聊 等一下要叫醒我 他也知道 我随时被叫醒 我都不会有所谓的什么 起床愤怒 一般人都会有起床愤怒 大气层都会起床 我不会 我随时就起床 我们的资格失误呢 有时候鸡毛蒜皮的事 就会打电话来问我 我可能这 因为我休息 我是随时休息 随时办公 所以他就打电话来 我随时就要 从寝 从那个什么 从寝室冲到办公室 来这边接电话呢 接电话我就 吸一口气 来没事 我不能让他感觉说 我正在睡觉醒来 为什么 因为这样会让 资格失误 不好做人 你懂意思吗 会让他觉得不好意思 那当他让他不好意思的时候 他的工作就会造成困扰 我们当老板的人 最重要就是 不要让员工工作造成困扰 你懂吗 万佛寺 谁都可以说闲话 谁都可以不高兴 就是方丈和尚 不能说闲话 不能说不舒服 不能说我没有嫁 所以要害谁 就让谁去做方丈 你懂吗 终生子 7-11 随时干活 是这样 那你就要训练自己这样 你刚刚那张 你剪一下 在这里 所以 你要问说 你的工作怎样 我的建议是这样 如果你要来万佛寺 我 我看你这个状态 应该有机会 但是呢 你不妨呢 来待个几天 问一下那个什么 看谁的脸最苦的那个人 你还想 看你 你感觉怎样 是这样 我还听说 我们这个有居士来 第一天 没吃饱 他就开始哭了 他说 未来你今天要做 等乐了 没得吃 是没得吃 后来呢 后来他看我坐在那边 他要来拿菜 拿第二次菜的时候 他就躲着我拿 你懂意思吗 他看 我好像我会看到他 会瞪着他 我不会了 基本上我是不会的 那我们灰师物 也是不怕人家吃的 是这样 所以他是当 当 当 当监院的人 那我们的 我们的 点座 都背对着你 背对着菜 所以你多拿 人家也看不到 是这样 所以应该你放心 是 尽管拿 尽管吃 我还第一次听到说 有人会因为这样 所以 人家也走过来了 再苦也走过来了 所以说 如果你有想要来万佛寺 试试看的话 那你就 试着工作一下看看 我只能这样说 还是要乐在其中 因为万佛寺 它不是公司 它不会用考核 这种角度来给你 它是修行地方 即便你是职工 我也很难跟你讲说什么 升迁 将来做总经理 什么 我们也没有这种东西 是不是这样 但出家了呢 出家更没有 出家也没有说 谁出家了以后 要升上来做什么 也没有 这是隆天推出的 所以说 要有这种观念 所以在寺院里做志工 本质还是修行 无论你领心不领心 都是 这我昨天已经讲很多了 所以说OK 我观想有困难 观想有困难 一想就会忽略文意 是否太用力了 或者是怎么样 一观想就会忽略文意 那就不叫观想了 应该是这样 把文意短短的理解那个道理 那理解那个道理 如果你是静坐 静坐才能观想 你说念佛 也可以 就要跟念佛有关的 文意拿来想 也是可以 基本上我不太主张说 在念佛的时候 去想一个什么道理 念佛就专心念 但是道理自然会 背景当中起作用 背景听懂吗 就像电脑 我关掉一个动作在那里 但是它还是在做 我关掉一个页面在那里 但是它还是在做 该更新就更新 该下载就下载 该放Player 该放YouTube就放YouTube 只是荧幕上没有而已 那你还在做Word 还在打Word 可是音乐还是出来 或者是声音还是出来 或者它在更新还是更新 一样 念佛就像你在表面打Word 你要专心念 专心打 可是呢 背后在更新 软体更新 它还是做 你听懂佛法 净土宗的道理 听懂了 你专心念佛 它底蕴里头 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它就在增长 你对念佛道理的理解 懂吗 那你什么时候 要专心去理解佛法道理 正在听经的时候 正在听我讲解的时候 或者你在看书的时候 或者你在看YouTube的时候 或者你在看YouTube的时候 是这样 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 你只要专心 理解就可以 这样懂吗 所以不是说 边念佛边在想东西 这样的话 你倒是在念佛还是想东西 是这样 那当然你可以专心 坐着不念佛去想 佛法的道理 这也可以 都完了吗 还这些 那赶快 在家人受五戒后 如何避免这种 看黄色书籍 影带 跟异性不正常的聊天 手淫等等 这一类的想法 忏悔多念佛 还是具体的应该怎么操作 我有讲不静观 你要多听 多听之后有好多方法 尤其是《诵法华经》 那很管用 这就可以 再来 这个要去听了 这我不重复说了 如何把过去放下 理智上知道 虔诚虚妄 不可得 但是还是会掉进 那过去的不舒服 因为你很闲 你才会往后看 你如果忙着往前看 你哪有时间往前后看 你要记得 所以你要建立你生命的价值 积极的目的 你要去做 那你说 越来人静还是会想起来 是的 那就做得不够累 你做得够累 你越来人静 你也没力量想 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是这样 懂吗 我没有骗你 是真的是这样 那接着就是 在佛法当中 你就是没有用功 你好歹你送普门瓶 晚上睡觉之前送普门瓶 送完之后你回向 回向说让弟子 对过去不再执着 不要说忘记过去 不可能忘记过去 不执着就对了 过去还记得 无所谓 记得 是不是 但是我不执着就好了 了解吗 过去可以成为资粮 不是忘记 忘记好像白痴一样 什么都没有过程 水过船无痕 不可能的 懂吗 但是能够拿它当资粮 所以说要超越过去 是这个意思 大辽熬过汤头的食材 看起来还可以吃 但是味道没有资粮 就丢掉 这样适合吗 还是如何处理 这个是 真的是没味道 丢掉是可以的 就好像 药炼出来了之后 已经没有内涵了 吃不了了 那么你就拿去种菜了 什么的 这不算浪费 这不算浪费 这OK的 因为它营养分已经被熬出来了 那你再吃 可能对你身体也不一定有用 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 饥荒 这个就可以留着吃 你不饥荒 一般人已经不想吃了 那就不必再这样子 不必再这么做 这不算浪费 四众 四十五轻 是这样 智障悔他 还有坚财 不舍 愤残 垂立 伤害 损坏 友情 就是属于撑 你看撑 毁棒菩萨 你看 所以这个 四众戒 没有淫戒在里头 很特别 那很明显的 就是以 明显伤害别人 立即性的伤害别人为重 而不是以隐藏性的伤害 不以这个为重 如何放下自己的尊严 受辱骂 大头鸟影片 名字叫大头鸟 如何能放下自己的尊严受辱骂 你要知道被辱骂的价值在哪里 就是舍掉你的我职 帮你消业障 帮你训练 放下我职 那你能接受 你就成功 忍下来就是你的 你忍而无可忍而难受 你就要想道理 把我的道理拿来想 可能过去我欠他的 也可能真的我做错了 那如果我没欠他 我又没做错 那就是因缘死然 我当下让他看起来不舒服 那就是不舒服 那我就消业障 那这样 他在成就我 亲生可以往生要如何做 你应该去听听我那个 净土中的课程 总而言之 增上自己的 自己的信愿形 就这样 你要来参加佛妻 或每个佛妻都会讲到这些道理 亲身为人乃是善恶参半 对 但是这样在世俗事间 二元对立的角度说的吗 不是 是业力 你的业就是善恶参半的众生会来做人 恶多的就下三道 善多的会是上道 懂吗 就刚好一半一半 再来就禅定也很弱 等于零 这样 有禅定 善恶一半一半 也会倾向于生到四天王天以上 当然善恶是有对立感 没有错 是看起来是有对立感 但是有些也是不算对立的 你比如说杀盗淫妄 这些是性罪 不是说因为你说善才是善 恶才是恶 就不尽然 不尽然 躺欲在今生求真上 站在楞严经 因地不争果朝欲起的角度 审度 那判别说世正情的标准 是否应该善恶放在初世间的标准 那么判别自己 令善真上 你讲这个的话 是这样的 世间善 当然有 但是你是世俗人 你不可能完全都做世间善 很多时候是 彼此之间讲一句好话 那不一定是世间善 不不一定是出世间善 所以修道是出世间善 要世正情 那世间善要不要世间情 就要看 你如果为增长你的贪心 那通通不叫善 哪怕是好话也不叫善 你都不应该说 就这么简单 它还是有个标准 那个标准也是出世间的 增长我值的 理论上说都是 都是恶 但是有些情况是这样 它既增长我值 可是又能帮助你 你跟它的好的关系 那你就一方面你要知道 不用说太多 二方面你也要知道 不能不说 你懂吗 是这样 那这个有时候是要 你自己拿捏 所以没有说断然的 把世间跟出世间割开 真正大圣人 世间就是出世间 小圣人世间是世间 出世间是出世间 他才割得这么开 是这样 所以原则抓对 比较重要 好 自身是广泛性的焦虑患者 如何用佛法来对治自己的焦虑 广泛性的焦虑患者 现在很多 那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你性格上 现世的性格 被栽培成为 一个 就多焦虑的人 对什么事情都 狡猾热 是这样 你看 你们华师物 什么事情还没来 他就想到一道堆 写得乐乐长 我都跟那句话 还没到 别写那么多 他就 泄的气一样 是这样 因为事情还没来 都不知道怎么样 后来根本什么事情发生 都不是他写的那样 他就想想的那样 那也算是一种 广泛型焦虑症 他没去想也不行 但是他是修行人 他就当被我呵斥一下 就 就收一收 没事了 因为他的 写那么长 别人看到你会跟着焦虑 你要知道 当时是怎么 光一条 一条里头 问了五六个问号 在那里 你光看那些问号 连我都快焦虑了 你懂吗 你懂吗 是这样 所以焦虑是会感染的 是这样 何况广泛性焦虑 真的是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你要记得 先想一件事 世间无常 传道桥头自然直 只要我行善 我的生命经验 足以到了要决定的时候 我临时来决定他对 错 为他人做对的事就对了 我如果遇到利益冲突 我先忍 我先让 我先忍就对了 我何必先他担忧呢 是第一 第二 我干嘛为名跟利在那纠结呢 我的就逃不掉 不是我的追也追不来 你把这个放在心里 我这几个原则你放在心里 会焦虑都是这样来的 对不对 遇到的时候我怎么办 我失去了我怎么办 我没有我怎么办 我少做了因此我毁了怎么办 就会这样想这么多 那你说那这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事情不要准备 也不是 按照你经验内 确定该准备的人准备 明天要做报告 报告内容就这些 那我就去准备内 你不是 你常常是准备完内容同时 幻想明天 电脑忘了带 幻想明天电脑开机 遇到蓝底白字 要不就幻想明天 嘴巴卡卡讲不出来 要不就幻想明天讲完了 老板没答应 要不幻想明天讲失败了 你好多都在那么想 失败会怎样怎样怎样 结果你焦虑了 整夜没睡 你应该把重点放在 可准备可控制的内容 叫做可准备 准备完 然后要告诉自己 哈哈 大功告成 求三宝加倍 我已经准备完了 我也知道怎么说了 成功 明天必胜 睡觉 要这样子告诉自己 过滤了就不行 不过当然了 已经焦虑成辟了 就难以像我说的这么 这么简单 那怎么办 念观音菩萨圣号 然后要先求 说弟子 为某事焦虑 我知道这 根据师父的讲法 不需要 但我焦虑 哪没关系 为什么我会老叫你们 华师父说多念佛 就这样 这样你懂了吧 因为他写的 我都快焦虑了 我最怕这样子 跟和尚报告 我看到这个 我就头痛了 是这样 那阵子才火大 我都压住了 正要五周年庆 前两天 天天跟你跟和尚报告 报告狗怎样 屋子怎样 水怎样 我真想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报告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把焦虑吃下来 因为我心里是这样想 借敬恋心 我看他能让我焦虑到什么程度 我也在修 我也在修 所以来吧 这样子 他来了好几样 他不是公开写着你们看到的 他还私讯我 你懂吗 他还怕我没看到 他还私讯 你懂吗 那真是我的善知识 我已经 那个时候 为了那个五周年 我两天没睡 然后还遇到那几个比丘尼 那个什么 那种叫超级阿嬷的那种比丘尼 他又很疯狂做事的那种状态 有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 他是不会三更半夜 但是他会在清晨就来了一个状况外状态这样子 那我们都得要吃下去 那为什么是这样 第一我经验够了 第二个就是我清楚的知道 我已经do my best 那剩下 就随缘 我没有那么悲观的呀 do my best 有时候会觉得说是悲观的 不是 我没有悲观 因为我知道啊 因果很清楚 所以你要知道因果 你做了这样用心的因 那再坏 也会不到哪里 那剩下那些坏 是生命中该承担的不确定 你担心什么 这第二 第三 你到我像这样六十岁了 太多不想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你就知道了 怎么样 天下没有新鲜事 再坏 都坏不过曾经有过的经验 你懂吗 所以就看开了 所以你应该说 你吃的苦还不够多 所以放心 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真的要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最管用 真的最管用 那个柔软性很大 那你还可以有一尊观音菩萨 望着他 感觉上就是很亲切 很可爱 是这样 就可以 还有你可以点观音菩萨的灯 圣经公司啊 还有灯 应该还有吧 可以等 因为你多跟观音菩萨结上因缘 可以帮助 然后你点灯的时候 你要多跟观音菩萨 说明 我希望点灯回向 我这个焦虑 焦虑会变成观能疹 那很严重 最近三个月以来 常常会投昏 看到中医 中西医都没效 尤其静下来的时候 送法华经 地藏经 静坐的时候会投昏 应该怎么办 你有在静坐吗 如果你要静坐 你要停止静坐 你要多拜佛 不要再静坐 我看样子 你是有静坐 你静坐的 那个气往上 银在上面 没下来 然后一诵经就跑上去 因为诵经是禅定的一种 所以会这样 所以你会这样 然后再来 你一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把注意力放在肚体底下 四指的地方 然后在四指的地方 你开始注意一下 表面皮肤那里就可以了 表面皮肤那里 这样 或者两指也可以 那看你 基本上是四指 那不然就两指就好 两指的地方 在皮肤上就好了 我没有叫你守单 我叫你守在皮肤表面 就想它 注意力放在那里 想一想 最容易的是在那里 不是什么脚底板 都不是 就想那里 皮肤上就好 是这样 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如何抓住一法门来修行 念佛最快 日常生活 完全不需要排 等待排一场 就是念佛 念阿弥陀佛 怎么念 就 那可不可以出声音 没有人你可以出声音 有人就默念 开车 走路 吃东西 聊天 做事 只要不妨碍你专注的 你都可以念 这就是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不得了 有的人可以念到 坐托立王 如果在每天骑车或开车时 断断续续的念经持咒 这样是否有功德产生 有 或是累积 有 是有 当然一定弱 但一定有 好过没有 还过什么都没做 念完都有回向的话 是否可以减轻自己犯过的 过 犯的 过失 还有夜报 可以 可是你也要 能尽可能去求忏悔 对有慈戒 如果是犯戒 你要去 对慈戒的师父 或到场 去求忏悔 要 还是要 是的 稍微点轻 但减轻的有限 你要是要求忏悔 如果是声闻戒的话 是如此 大声戒也一样 你也是要对师父 表明 表明 这样 好 这是空的 这些 好 到了 就是这样了 开放一个问题 一个就好 有没有人要问 好 几点了 这一点嘛 好 那就讲到这了 来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随眼督 众生无边随眼督 烦难无尽随眼断 烦难无尽随眼断 法门无量随眼断 法门无量随眼断 佛道我上随眼断 佛道我上随眼断 自归佛 自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不上心 发不上心 自归法 自归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生入精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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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入如海 自归生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意持功德 专严佛净度 上报示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西法菩提心 禁止以报身 禁止以报身 同圣极乐国 同圣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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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